大家好 我是齐志阳的施阳 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你们能看出来 卡尔加里一下就进入了秋天了 现在是早晨9点钟 天色还有一点微萌萌的暗淡 可能说是因为卡尔加里的纬度比较高 所以这边的就是昼夜 就是时间段就不会像说是咱们国内 就是可能说白天和黑夜的时间相对说差不多 等卡尔加里入冬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90点钟太阳才出来 有一点像国内新疆或者说是东北 比较靠北面的这种时间 但总的来说 卡尔加里的秋天还是蛮漂亮 大家可以看出来就很多黄红色的树叶 还有绿色的树叶 外面都很漂亮 说如果您从来没有来过卡尔加里 希望您秋天的时候来卡尔加里 欣赏一下卡尔加里美丽的秋天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房子呢 是在华人比较集中也比较喜欢的一个社区 叫Hampton Hampton这个社区呢 建造的时间是一九九几年 客人会觉得这个社区呢 建造的年代相对说久远一些 有些房子相对有点老一些 但是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它因为建造时间是一九九几年 所以它室外的一些这个绿化呀 还有配套设施都非常健全 对口的学校呢是非常好的 咱们华人也非常认可的 小学初中和高中 都是说是在公立学校里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所以近几年 即使说是社区相对说变得老了一些 但总的来说呢 很多华人安家落户 还是喜欢首选这个西北的时候 会首选这个Hampton这个社区 转角的位置 转角位置的好处呢 就是你的房子的采光要更优秀一些 因为起码说三面都有都有自然光线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有些咱们就是第一 尤其第一次买这种独立屋 从国内过来的朋友买独立屋的时候 转角的位置呢 它会有很多人行道 就整个这个土地是有人行道围起来的 这个人行道呢 在冬天时候 你们都要记着要减扫雪 如果说积雪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呢 可能会收到那个政府的发给您的这个罚单 啊 另一个缺点就是草地过于多 前面的说因为人行道多 草地也多 这些草地呢 需要就是捡的这个工作量也会大一些 第三个不好的地方作为corner house呢 后院相对说小一些 一会我们可以说是看一看后院 但总的来说这一户 您能看出来从它室外设计 都是很有生活情调的 小小喷泉啊 一些原意啊 做的都非常精致啊 这是这个房子的一个车库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双车库 这车位车位也比较长 您不用担心停车 这就在转角的位置停车是很方便的 应该是一个西人住的一个房子 能看出来呢 整个外观呢是很用心的 一些小风车 还有一个小房子 但是应该不是给小狗狗住的 因为这这只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外面也有很多这种大树 但是这一户呢是没有任何围墙的 它主要的一些边界呢 都种了一些树 用于保证一些隐私 小院不大 这个树内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小院 这种刚才跟大家提过的 就是在转角的位置呢 有一点不好 它的后院比较小 它前院比较大 所以说您能供您就是在室外 比较有隐私的这种活动区域并不大 这是一个小朋友玩的 如果你们家里有小朋友 可以要求这房主把这留下 我能看出来 这房子内部呢 就是应该是已经没人住了 应该家里之前之前呢 是就年龄比较大的人住的 这些 这些小朋友的这游乐场所 应该用不到了 这个小后院呢 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 这叫padiu 就是可能说是小露台吧 有一些小遮挡 还是很有情调的 如果有点室外烤烤烤火 做一些烧烤 还是蛮舒服的 整个房子呢 这个土地面积超过6000尺 土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土地 在一些新的社区里呢 这么大的土地是很少见了 所以在Hampton的 另一个咱们华人比较喜欢的土地 比较大一些 房子同时也是比较大 这个房子的面积呢 是2545 square feet 我带大家看看里面 好 那我们今天进入室内了 那能看出来 这房子虽说是建于1995年 但对于1995年很多房子来说 Hampton社区的建房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在95年的时候 它已经用了一个九尺顶的一个结构 在很多时候在其他社区 在2000年以后 我们都很少见到这个九尺顶 直到了说是2010年 这九尺顶才变成了一个 就是很多社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但这个房子在95年的时候已经做九尺顶 您整个看起来呢 不能说它富丽堂皇吧 但是也是古香古色的 比如进来这个地面 这是一个橡木的地板 橡木地板就是当初石木地板做的方式 有有两种不同方式 现在我们建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个地板 那过来已经上面已经做完了 其实做完了只是进来进行一个安装 在原来最早一点的这种工艺呢 它是做完之后呢 这个木地板 石木地板做完之后 再进行打磨再进行上蜡 所以说我们看出来 这这个地板呢 它这个缝隙是很小的 缝隙是很小的 这就是说是当初的工艺更复杂一些 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更好一些 但现在就这个是比较少见了 进门的这个前面呢 是有一些雕花玻璃的这个窗子 有一点像老的老师的教堂 有便于采光 也增加一些美观 这个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反正有一个衣帽间 进来的呢 如果说我面对房子内部呢 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客厅 你可以说是这作为一个会客厅 也是一个九尺高扇形的一个窗子 采光才可以取三面采光 朝北的朝有点偏西的 这就是就是有点这个正西的 这个三面采光 所以这个屋子如果在下午的时候 还相对说明显比较明亮 正对着呢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用餐区域 用餐区域大小也比较大 做一个放一个桌子 做一个八人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比较在九几年是比较流行的 每个区域呢 就进行了就比较就是精细的划分 原来老的老的设计呢 还是比较正式的 通过一个古琴门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种烹调区域 这个厨房 还有这个这边是一个family room 采光也非常理想 他的这个厨房我还是蛮喜欢的 用了就是这种很古典的一个设计 包括很多电器呢 我们也很少见了 这些电器卖电器的时候不是没有 但是比较少见 他不是说这电器比较老 他只是做的做的比较这种古色古香的一种风格 售价不便宜 包括这个天然气的一个炉子做的很像说是 这是一战的时候 刚开始是这这种这种风格 但都是煤天然气的 这出烟机是在这里的 还有他除了这个这下面有这种天然气的烤箱之外 哇这好重 这能这很结实 然后他再还有一个就是做做进去的一个烤箱 应该是原屋主是很喜欢烹调的 而这边还有一个就比较配搭配的这种洗饭机 可能当初屋主的时候做这个厨房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包括选这个灯具呢 现在如果说您坏掉也不容易再配到了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挺漂亮的 有一点这种古色古香 有点进入博物感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 这还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fine room 就是对着厨房 放一个沙发 可以电视放在这个背景墙上 之后这块应该是一个小朋友 就是父母碰条 小朋友在这边看电视 一个很不错的区域 采光很理想 这是有就刚才在外室外 我们看到一个太阳房 这一块应该加盖出来的 同时增加了取暖的冬天 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是一个四季的这种阳光房 整个屋子的采光 我还是觉得很理想的 每个窗户 基本上都是一个落地的窗 从南面西面的采光 都能可以享受到 所以说整个屋子的 这采光是没有问题的 这基本上就是主层 我们就看完了 它这边还有一些 一些小的这卫生间 还有从进入车库的一个房位置 旁边还有一个从外面进来的 一个换鞋的 位置这个这个mode room 让我们看看楼上吧 这个房子呢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介绍说 说屋主年纪比较大呢 它是有一个这种店 就是自动的扶梯的轨套的 如果您家里有老人 说不喜欢爬楼 如果说行动不方便的话 这已经做好了 当然说您可以拆除 拆除之后的这楼梯当然更宽了 如果不拆除 留在这也不影响您上下楼 那楼梯呢 它包括楼上用的也是始木地板 楼梯也是始木地板 包了一些这个地毯防滑 这就是一个小椅子 如果您家里有老人 希望说是上下楼呢 就是不需要爬楼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不错 您如果说单独进行一个安装 也是要几万块钱的花费 如果您有特殊需要 这个房子是一个不错选择 楼上面也是蛮宽敞的 楼上就变成了一个八尺顶 但这是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呢 它是有一个这种walking closet 可以通过主卧的 所以说可以实现说 您作为一个双主卧 这个您可以当成一个 其中就是楼上的一个bonus room 如果小孩的一个活动区域 还有一个天然气的这种壁楼 采光跟楼下的这个 进门的一个leaning room的 这个房间都差不多 采光也非常理想 在这多多少少能看见一些前面的 这个revenge的一个风景 总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房子 采光设计的 当初是应该是很用心的设计 那我们走过这个walking closet呢 我到达了一个这个卫生间 这相当于说是可以说是这是一个主位 完了他配备了自己的walkthrough的一个 就是步入式的一个衣帽间之后呢 他还有这个自己的马桶 双台盆 还有一个这个按摩浴缸 当初设计的时候还真是挺 挺超前的一个设计 这还有一个小的壁橱 这是其中一个小房间 房间也蛮大的 少了一个壁橱门 这个采光会差一点点 因为他对着邻居 另外这个房间呢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对着超南 超南的一个小房间 对着后院 整个窗户的采光都不错 包括这窗户呢 它是还是95年的原始窗户 没有漏气的现象 但是说是他当初是一个木床 时间长了可能会面临着更换 但是短期内 我觉得10年之内是不需要动的 从现在维护的一个状况来说 还是蛮不错的 楼上三个睡房 基本就介绍完了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 是给两个小房间来用的 就是洗手盆 那是相对说95年是原始的 这边还有一个工具间 就是杂物间 因为楼下呢是有一个洗衣房的 但是说您可以把洗衣机放在这 这是二楼作为洗衣房 这在95年时候还真是很少见的一个设计 地下室呢也是很古色古香的 应该算有彩蛋的 它这些装饰还是很漂亮的 有一点比较古老 但是也比较新颖 这是地下室 它有一个这个吧台 这个吧台做的也比较 就比较漂亮 我个人挺喜欢这种材质的 这种木头材质和上面这个这个台面 用的这种圆角 比较说是不是说是最流行的风格 但是比较古色古香 配了一个这种老中 看着也很有一点就是这种老的这种酒吧的感觉 这块是一个就是楼下的一个family room吧 这是说所有的橱柜都是实木的 已经是做了 做的他们这叫built in 就是已经坐在墙体上了 他不会拿走的 这是放一个看电视的一个区间区域 他们家里应该像织布的在这边做一些手工艺 这是一个工作区域 那这边是一个地下室的一个睡房 现在他充当了一个杂物房间 但是这是完全是这个呃 尺寸的这个窗户是很大的 是一个够逃生的 在在这个房顶来说 对于这种老房子来说 这条高也算很理想的 卫生间还还是挺不错的 尤其用了一个这种 freestand的这种浴缸 看着挺古色古香的 同时在卫生间加装了一个小的这种暖气 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房间 屋主把这当成了一个工作间 很开阔 如果说您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在家工作的区域 这还是蛮不错的 包括有一个很大的可以供逃生的一个窗子 他上市差不多是28天了 在最开始叫价的时候 他是110万 目前呢 价格已经降到了一个98万的一个范围 我觉得对于98万这个房子 那各项标准 我还是觉得蛮不错的 如果说您有这个就是有这个预算 啊 还喜欢是西北的这个哈姆腾社区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现在的他的一个房子状况是一个空置状况 还是说有一些价钱可以商量的 有一些余地可以让您去商量这个价格的 嗯 很多在卡尔加里一些社区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求大于供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各项标准都满足您的要求 还可以略略略讲价还是一个不错选择啊 对于价位来说呢 在98万在哈姆腾对这样的土地面积和室内面积 还有说他所有的装修 嗯 不会面临今后说是太大的一个维修 我觉得对于98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在找寻找着这个价位寻找一个好的社区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七指阳节目呢 我们是介绍卡尔加里和加拿大其他城市房产信息的一个频道 欢迎您订阅转发加点赞 谢谢